就是那个现在的开发慢慢走什么MVC架构 那其实或者你可以叫什么我觉得VCM会比较容易理解 V的话就是我们的界面 然后C的话就是Ctrl 然后M的话就是Data 你的资料要放哪里 所以基本上这一题大概开发流程 我们来看一下总共有四个画面 第一个画面就是那个View的部分 上面的话我把它框起来大概是这些 就一个很简单的WaveView 然后里面的话 如果你原来没有更改 像Scobar有没有 预设计好像也已经有了 如果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然后Focus等等有没有设为True OK那下一页 那名称的话我叫WV 这个是View的部分 再来的话这个也是固定的一定要有 没有Internet的话你没办法连上网路 第二个第三个的话 这是Manifest的档设定 那另外特别注意刚刚有同学 遇到问题就是那个Manifest 如果你要更改那个套件名称的话 特别之后一定要先把Manifest里面的套件名称 改完才能去改这边的套件名称 有没有我这边套件名称有改 Comp.Terry有没有 那你记得Manifest先改 存档之后再来改这边 这样应该就不会有问题 那改完之后也许还有错误的话 你再到那个Activity里面看一下 最上面有Import 什么什么好像别的专案的点 你就把它删掉 这样就完成了就不会有问题了 好不好好像之前有同学很多同学都发生那种 R不见的问题 这部分的话挺后给各位参考 OK再来的话呢 那我们程式部分的话在Activity里面要写哪些 写第一个最重要是这个 上面要写一个叫GetWindows 这个银行的类别里面的一个方法叫做Request 这个Future 那Future的话就是我们Windows.Future 就是要让它在那个什么呢 视窗 在视窗的上面要显示这个状态 我们要去让它产生出来 如果没有GetWindows 从GetWindows里面没有办法 没有做这件事情的话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显示 那可以做之后的话 再利用什么呢 SetCrux 再丢什么丢状态给它 所以这里的话 WAS 继续 是的 吗